兵临城下降至豪边 这后主刘善都快吓死了 驸马诸葛瞻就琢磨 我爸爸那么大能耐 我这老丈人怎么这么草稽啊 你瞧他这顺骰 可到了现在不能再刺激他了 说点好的吧 陛下呀 陈父子蒙先帝厚恩 陛下书欲 虽肝脑涂地不能补报 愿陛下进发成都之兵 陈领去世决一死战 好好好 真是我的好姑爷哟 刘善呢 就把成都七万大兵交给了诸葛瞻 诸葛瞻办事真咔嚓呀 立刻拜此后主整顿兵马 他的儿子诸葛上呢 自告奋勇身为先锋官 诸葛上今年一十九岁 柏兰兵书武艺高强 爷俩带领着大兵就离开了成都 话分两头再说邓爱 因为马淼啊 献给邓爱一本地图 他一看 吹呀喝就傻了眼了 游到浮城到成都一共是三百六十里 山川道路太险恶了 邓爱手指地图心想 如果直守浮城 倘若前边通往成都的道路 由蜀兵镇守 恐怕棉竹和成都都到不了手 这样拖延下去 将围的人马杀回来 我兵可就危险了 邓忠师钻 你们马上率领本部人马进兵 免主 我是随后就到 如果让敌人占据险地 你们到不了 我就要你们的脑袋 这俩人呢 马上点起兵将 急行军就赶奔免主 等到了免主了 诸葛瞻已经把队伍都裂开了 师钻和邓忠马上吩咐 手下兵将裂开阵势 再往对面这么一看 蜀兵裂成了八阵呢 就听得三痛鼓三声炮 门旗这么一开 有几十名战将 窥名甲量 众星捧月一般呢 正当中一辆四轮车 车上端坐一人 头戴关金身披荷长 手拿雨扇车旁一面大旗 这旗上头绣着一行大字 汉丞相诸葛武侯 哎呦我的妈呀 卫军全都吓坏了 掉头就跑啊 跑得这个快劲 您就别提了 恨爹妈少给自己 伸了两条腿 这邓忠一边跑一边还说呢 哎呀 聊不得了 聊不得了 诸葛亮炸失了 不不不 他险胜了 险胜了 师钻也说是啊 不都买起来多少年了吗 怎么又蹦出来了 哎呦 吓死个人呐 其实啊 就这么一个诸葛亮的像 就把卫兵下成这样 诸葛瞻指挥人马往前一冲 卫军是大败而回呀 诸葛瞻指挥兵将冲杀二十多里 这时候邓爱指挥人马前来接应 诸葛瞻这才指挥兵将回去 邓爱可气毁了 升作中军大仗 升作中军大仗 来呀 命邓忠师钻进剑 这俩人跪倒在邓爱面前 邓爱一拍猪啊 都 胆大师钻邓忠 你们为什么不打就退呢 师钻看了看邓忠 心说那是你爹呀 你说话吧 邓忠也挺紧张啊 哎呀 父亲呢 鼠镇当中是诸葛亮领兵 我们吓坏了 能不跑吗 什么 诸葛亮已经死去多时了 即便他还活着 你也不应该害怕呀 你们轻易退兵 使我军打了败仗 就应当斩首 来呀 推除却杀 这邓爱是真厉害 众将跪倒求情 邓爱是愚怒未消啊 这时候探马来了 报 报邓将军 蜀军指挥兵将的 是诸葛亮之子 叫做诸葛瞻 四轮车上坐的那个 不会喘气 那是木头雕的 咱们的人呢 就是看了那么一场木偶戏 结果全都吓跑了 邓爱心说诸葛亮啊 你可真有能耐呀 你死了之后 还能下退我的兵将 邓爱摇了摇头 看诗转和邓忠啊 还跪着呢 邓忠 诗转 成败就在此一举 你们马上出兵 如果不取胜回来 是必当斩首 遵令 遵令啊 二人立刻点起一万大兵 够奔棉竹杀敌 两军人马呀 阵势列员 诸葛上胯下马掌中枪 抖擞精神 一个人力敌两将 愣把施转和邓忠给战败了 这就是拼命的 怕玩命的 诸葛瞻一看 儿子这么勇 令其令箭这么一指 我兵冲杀 蜀兵是人人奋勇 各个争先 往前这么一冲 诸葛瞻诸葛上这爷儿俩 带着他们 在卫军阵里头来回冲撞 如入无人之境 师钻和邓忠惨呐 又打了败仗喽 败出来二十多里地 才把兵将给收拢 没有办法 又硬着脑瓜皮 来见邓爱 邓爱一瞧 也别责备他们了 这二位呀 浑身上下 全都是血了 现在咕嘟咕嘟 还往外头冒呢 身上的枪伤 就有好几处啊 邓爱就跟重将说 诸位呀 诸葛瞻 继承他父亲的志向 已经打了两次胜仗 现在咱们必须 把诸葛瞻给战败了 要不然就没法得免竹 拿不下免竹 就拿不下成都 监军邱本就说了 将军啊 您可以写一封信 劝他归降啊 那我就事上一事 邓爱真就刷刷点点 写了一封信 命人送到了棉竹 诸葛瞻一看就气坏了 插插几把把信就给撕了 然后吩咐一声来呀 把来石斩了 就把使臣脑袋给剁下来了 派人给送回去 邓爱可气坏了 指挥兵将要攻打棉竹 邱本又说了 邓将军 宁可不能成一师之勇 得用妙计才能拿下棉竹 邓爱想了想 有了 就让天水太守王岐 隆熙太守千红 一左一右埋伏在大军后边 自己呢 亲自引兵来跟诸葛瞻一战 倒在了棉竹 两军人马把战士就列圆了 诸葛瞻一马当先杀入了卫兵大营 邓爱指挥人马往下头拜 诸葛瞻往前冲杀呀 没想到左右王岐和千红指挥人马杀上来了 这一下蜀兵可就支持不住了 就退入了棉竹城 邓爱传令 给我往上包围 卫兵四面八方 就把棉竹围的是铁桶相仿 诸葛瞻一看太被动了 马上啊写了一封信 命手下彭河杀出重围 到东吴去求救去 吴主孙修一看呢 马上命老将丁凤带领着副将孙义 指挥五万大兵分三路支援西蜀 舒适好说呀 这人马前进他得有个日子呀 丁凤奉旨出征 两万大兵够奔免中 三万人马够奔寿春 可是诸葛瞻在城里头等啊 等一天等两天 总等这救兵也不到 诸葛瞻可救急了 外边是炮鼓连天杀生震耳 邓爱功成甚锦 诸葛瞻对重将就说了 看来九首也不是办法 他让尚书张尊和诸葛上 看守城池 自己亲自出城杀敌 张尊呢 就是张飞的孙子 张包的儿子 诸葛瞻全身披挂 带着大队人马 三声炮响杀出城外 没想到四面八方 卫军围上来了 就把诸葛瞻团困在了 该心 双拳难敌四手 恶虎不敌群狼啊 北魏兵将一层一层望上 围一层一层望上果 犹如七层柜子手势八面了 虎狼军 诸葛瞻之杀的浑身是血 血染争衣 看着手下兵将啊 一个一个的死去 诸葛瞻一琢磨 今天也就是今天了 他牙一咬 心一横 这匹马横冲直撞 大枪就跟扎蛤蟆一样 卫兵挨着死是碰着王啊 诸葛瞻把大枪又横着使 就好像大棍一样一扫一大片 眨眼之间 有一百多卫兵就死在诸葛瞻之手 邓爱红了眼了 来人呐万箭齐发 一阵帮子响 乱箭可就射起来了 诸葛瞻身中数箭 知道自己活不了了 哭通一声落下马来高声的寒嚷 我已经筋疲力尽 只能够以死报国了 说完这句话 苍郎郎拔出宝剑 他是自问身亡 诸葛上在城头 看得是清清楚楚的 父亲死在乱军当中 他可腾坏了 腾腾腾跑下城 龙丝将任邓班安上马 抬腿摘枪 来呀打开城门 我要与我爹爹报仇 张尊跑过来了 哎呦将军啊 不能轻易出战 太危险了 嘿嘿 我全家受先帝之恩 现在父亲死于阵前 我怎能独生啊 刀牢牢一声炮响 诸葛上指挥人马 就杀出了城外 城外邓爱的兵将啊 太多太多了 这员小将虽勇 但是也死在乱军之中 父子为国捐躯 后人有诗 赞之曰 不是忠臣 独少谋 苍天有义 绝言流 当年诸葛刘家印 结以真堪 祭武侯 邓爱得了免主 也非常怜惜诸葛父子 就把他们呢 给合葬了 张飞的孙子张尊 黄泉的儿子黄宠 李辉的儿子李秋 各代人马厮杀呀 结果是寡不敌众 都死在乱军之中 邓爱马上进城啊 出榜安民 然后指挥大队人马来取成都 咱们再说成都这地方 哭声震天呢 都传到刘善耳朵里了 耳膜都快刺破了 真正的坏材料 这刘善是没处躲没处藏的 只好把众文武给聚到一块 不少人就说陛下呀 咱们兵威将寡难以迎敌 干脆咱们跑吧 奔南中其郡 那地方非常的险要 可以自首 然后借蛮兵再杀回来 乔州晃晃脑袋不行 不行不行不行 不行啊 自从诸葛武侯七秦梦获以来 咱们平日对他们呢 没有什么恩惠 现在你去投奔 恐怕会招来杀身大祸哟 又有人说了陛下呀 咱们投奔东吴吧 乔州还是白手啊 不行不行不行 刚不行了 以臣所料未能灭吾 吾不能灭位 如果是称臣 受一辱不能再受二辱 倘若归降东吴 将来东吴还得归降北魏 咱们再投降一回 那不是脱了裤子放屁 多费二变手吗 既然如此啊 不如现在就投降 咱们是一步到位 刘善看着乔州 投去赞许的目光 好主意 真是高招 就这个还高招呢 这时候有人高声贺寒 都敲州啊 你怎敢妄议国事 自古以来哪有天子归降的道理呀 大伙一看 说话的正是刘善的第五个儿子 北帝王刘晨 这后主刘善 你别看这人不咋地 窝囊巴基的 但是繁殖能力很强啊 儿子就有七个 其中有六个都特别特的随他 懦弱无能 唯独这第五子刘晨 英明过人 小伙子拿得起来放得下 不但刘善喜欢他 当初先主刘备也特别喜欢他 刘善看看刘晨儿啊 你这人怎么这么将啊 现在大臣都劝我投降 我认为这是正招 你一个人仗着血气之勇 你就是再嚎横 你再骂街 没用啊 你打不败北魏的兵将啊 哎呀 父亲啊 当初先帝在日 乔州从来没有干预过国政 今天怎么能够妄议朝市呢 陛下呀 成都兵将还有好几万 将为指挥兵将在剑阁 如果卫兵来袭 将为一定杀回来搭救陛下 咱们指挥人马在里头 将为在外头里外夹攻 就能够成功啊 怎么能够轻易的废弃 先帝创下的基业呢 这刘善把脸望下一沉 你个小毛孩子 胎毛未退 乳秀未干 你懂个六啊 你呀 大丈夫应该能屈能伸 现在呀 咱们就应该投降 北帝王刘臣放声大哭 陛下呀 先帝好不容易创下的基业 怎么能够故意享北魏呢 我是宁死 不受其辱 哎呦 这孩子真将啊 赶紧把他给我拉出去 别搭理他 金甲武士过来了 就把北帝王刘臣 有的八宝金鸾殿上头给拽下去了 这刘善呢 就让乔州写好了详书顺表 然后又派这乔州拿着传国玉玺到洛城归降 这时候邓爱早就得着信了 因为他每天派几百骑兵到成都打探 一见成都挂起了祥旗 邓爱他高兴啊 时间不大 乔州他们可就来了 趴到地上 献上了详书顺表和玉玺大印 邓爱是非常高兴 收起了宝印 然后写了一封回书 让乔州他们回到成都面见后主 以安人心 这乔州连滚带爬 就算回来了 把邓爱如何接待的情形啊 讲述一遍 刘善一听还挺美的慌 哎呀 行啊 看起来投降挺成功 这步棋就算走对了 哎呦 美得什么似的 这就做准备呀 准备12月初一 军臣出城归乡 咱们再说北帝王刘臣 知道以后可气坏了 手指宝剑往外就走 他媳妇崔夫人就说了 哟 大王啊 你最近神色非常不好 这是干什么去呀 哎呀 夫人啊 卫兵到了 父皇他已然纳乡 明天军臣就要出城归乡了 西书社稷从此甜面 我要先死啊 一见先帝于地下 我是绝不能想 崔夫人点了点头 看着丈夫 她这眼泪也下来了 大王啊 你做得对 且请先死 亡死未迟 哎呀 夫人呢 我死是应该的 你死什么劲啊 丈夫 亡死父 妾死父 其义同也 夫王妻死 你又何必多问呢 哦 刘晨他明白了 好一个贤德的女子 崔夫人说完了 一头撞住啊 噗 当时就死这了 刘晨眼睛都红了 心说我老婆孩都不能当着王国奴 我还有仨儿子呢 也都别活了 就把自己三个儿子都给抓过来了 噗噗噗 就这么三剑 把脑袋全都砍下来 然后又把他媳妇脑袋搁下来 把这四个人头啊 发迹都系到一块 左手拎着这一串脑袋 右手拎着宝剑 腾腾腾迈大步 离开了王府 奔哪去呀 奔祖庙 这是刘备刘玄德的祠堂啊 刘晨到这跪倒在地是放声大哭 您要是听京剧 有那么一出叫做哭祖庙 说的就是这档子事 刘晨难过呀 就跟他爷爷刘备说 臣修建积业器于他人 故先杀妻子已决挂念 后将一命暴祖 祖如有灵知孙知心 说完了是放声嚎啕 眼泪流干了 最后流出血来了 就在他爷爷刘备这个灵牌的前头 一横宝剑 是横剑自杀 以泄天下 西蜀人听说之后 谁不心疼 谁不难过呀 没想到那么优秀的北帝王 就落了这么一个结果 后人有诗 赞之曰 君臣甘屈兮 义子独卑商 去意西川市 雄在北帝王 绢身仇猎祖 骚首气穹仓 凌凌人如在谁云 汉已亡 咱们再说刘善 他也听说了 怎么个茶 我五儿子自杀了 这孩子就是不听话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吧 得了 死肠子好扯 拖出去给埋了吧 这就算入土为安了 第二天 后主带着群臣六十多人 还有另外六个窝弄的儿子 面富余衬 出北门十里归降 所谓面富余衬呢 就是天子归降 跟旁人不一样 自己面对敌人 倒背着手捆好了 旁边搁一辆车 车上头呢 放一口大棺材 表示自愿受刑 放弃抵抗 可怜呢 刘备刘玄德 奔波半生 诸葛亮出谋划策 五湖大将 关张赵马皇 驰骋沙场 得来的江山设计 就在这一刻 就算是报销了 多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